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好友稀图是个胖姑娘 十八岁以前 她说自己很怂 就像诺滋滋一坨肉 大脸短腿小身板 圆脸把双眼挤成门缝 她不爱拍照 总是习惯性躲避镜头 高高举起的相机 一如她的枪林淡雨 哎 你要是再瘦点 那还差不多 自卑是把尖刀 架在脖上 刺在心底 因为男神的一句清朝 稀图试遍七日断施法 跳遍燃脂健身操 苦头吃尽 必经半年 总算把体重 折腾到两位数 可不知怎么 瘦是瘦了 男神依然没接受她 稀图依然不快了 她暗戳戳的小日子 并不比之前好过 有一次 我和她途经某包刊庭 封面画本 绘着一个微胖少女 眯眼大笑 手握冰淇淋 旁边配文 一点点坠肉 别紧张 颜贵妃照样 迷死唐明皇 稀图低头看看自己 呜呜哭了 是啊 她变美了 可什么时候起 她被减肥二字操纵了身心 自以为瘦即一切 多吃几口辣条 惩罚自己疯狂跑圈 多抿几口奶茶 恨不得原地催吐 我过得不好 全怪我身材太糟 正是对体重的过度关注 让她长期处于 结实 厌实 再暴食的拐圈 深陷于 邪德性无助的泥脑 越是想要控制身材 越是过得无比糟糕 认识的女孩里 像稀图那样的 并不少 她们将小微脸和肩下巴 视为审美模板 把要么瘦 要么死 设为手机开评图 开口闭口 也就几个词 A41 马甲线 素食主义 瘦到骨感 更有甚者 把身材好坏 当成自我价值的打分器 我想快点瘦下来 让前任后悔 要是我漂亮点 怎么可能处处碰壁 不止一次了 我在后台 看到诸如此类的留言 两人分手 全运自己腰圆腿粗 入不了对方的眼 求职失利 都怪HR外贸协会 竟把好看的游心挑 可是啊 你真以为男人不爱你 只以你单眼皮算头笔 公司不选你 是以你微胖身材 个头矮 错 他们挑剔的 何止是你的外表 拒绝人的数种方式中 拿体重开涮 是最不费力的一个 而改变自己的数条途径里 靠外界加持 是最没底气的一种 生活面前 我支持女孩追求美 却怀疑认知不足的狭隘 当你以高额代价 去追求林寻的美 因为他人偏见 而饱受隐形的苦 又是否明了 爱情如何 事业如何 从来与你的身材无关 好的关系 不是强加观念 亦不是毒舌嘴贱 那些揪着你体重小辫子 明里嫌弃按理清朝的人 掰了也好 丢了也罢 不知何时起 形体焦虑 也成了全社会的通病 你能控制体重 就能控制人生 嘴巴都管不住的人 还指望他干嘛 这类热门句子 像极了巧妙 而别角的文字游戏 真正让他们走红的 往往不是期间逻辑 而是戳中痛点 人骨子里的自卑 和不安全感 因为自卑作祟 所以紧盯主流审美 急求外界认同 因为价值匮乏 所以不安泛滥 妄图把控人生 身材 颜值 自律 赢家 生活中最大的误区 就是人们试图在 无时不刻变化的世界里 见律并履行一个 恒定的标准 什么是完美 定义一下 什么是优秀 定义一下 巴不得解决某件事 并一键解答 未来的所有命题 我考上好大学 就能找好工作 我加了前力股 就能后半生无忧 我减肥成功 就能全面开挂 当偶然性成了必然性 当主推计成了杀手锏 体重和人生 便挂了钩 因为某些机缘 这五年来 我接触了不少 进食障碍患者 其中就有女孩 身受饮食症 暴食症 身体焦虑之苦 一病多年 哪怕瘦到六十斤 七十斤了 仍有强烈的羞耻感 他们不满意的 并非胖瘦本身 而是生活现状 和整个自己 以体重形式外显的 更是内心深处的低价质感 和对自我的不接纳 我心疼他们 却不能否认 取悦自己 让身心状态达到平衡 和换取认同 被动受成主流审美 压根不是一回事 有时候 你我不是为了美 高歌涌进 而是为了逃避问题 丢亏气甲 折腾身体 倒腾面容 何尝不是对内心 不满的变相发泄 只是 过度控制身材 反而会让眼前生活失控 和自己相处不好 日子 又怎可能顺遂 身心疾病面前 不需要道德归讯 和廉价鸡汤 但别忘了 你过的是你的生活 你活的是你的人生 你可以有克制的放纵 有限度的溺爱自己 亦可以欣赏 接纳别人的好皮囊 笑一句 胖也挺好 今天这篇文 送给那些 饱受体重困扰的人 没有谁的人生 能仅被胖瘦定义 身材 颜值 是庄药的瓶 药材好坏 预料与否 在你的心 美好如你 别受在别人眼光里 滥在自己执念里